聯合國官員說 聯合國安理會將會在下個星期 採取新的制裁措施 迫使海地軍方領袖 塞德拉斯交出政權 這些措施將會包括 禁止主要的商品混入海地 而最新的消息說 塞德拉斯和親民主政府總理 馬爾·瓦爾 在昨晚會面之後 已經是再次答應辭職 麥桂園報導 現時流亡美國的海地民選總統 阿里斯蒂德 在接受一次電視訪問的時候 否認中央情報局 指他精神有問題的說法 他又表示準備在本月30日 重返海地 而美國總統克林頓就說 由阿里斯蒂德在過去九個月 跟美國政府官員的接觸 顯示他是一個適合做海地總統的人選 而聯合國對海地實施的石油禁運措施已經生效 由於海地首都太子港越來越少汽油供應 引起了民間普遍的不滿 聯合國官員還說 我們會在下星期對海地實施新的制裁措施 包括禁制主要的商品輸入海地 希望可以迫使軍方領袖 塞德拉斯盡快下台 無線電記者麥桂元報導 美國國務卿哈里斯特佛 甚至訪問國內的城市 葉利欣呼籲人民支持在12月舉行的議會選舉 說要選出一個全部都是有識之事的議會 而美國國務卿哈里斯特佛 在莫斯科兩日訪問之中 都幾次強調美國克林頓政府 是支持葉利欣推行民主政治的 但他要求俄羅斯政府 要公正地進行議會選舉 而且要有言論自由 美國關注到葉利欣最近因為壓制反對聲音 而禁止反對派政黨活動 和下令15份報紙停刊 無線電視記者葉慧文報導 待會回來會報導 加拿大明天大選 調查顯示自由黨領先 我們又看看一顆有100卡的鑽石 假日石贏了香港網球賽冠軍 我吃開煙的 但是現在是巴士 吃煙是犯法的 沒問題 我有白錢香口膠 照白錢帶給我純輕鬆滿足的享受 不吃得煙的時候 照白錢輕鬆無得彈 有什麼事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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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回到新闻时间 加拿大明天举行大选 在议会赢得大多数移植的政党领袖 将会出任新总理 而根据两个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 由克里蒂安领导的自由党暂时是领先 加拿大各个政党连日来进行最后阶段的竞选活动 经过七个星期的竞选 由克里蒂安领导的自由党 是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而两项最新民意测验显示 自由党可以在这次选举之中 拿到43%至44的选票而获选 而曼宁领导的左翼改革党 将会获得19%的选票 反而由现任女总理坎贝尔 坎贝尔领导的执政党进步保守党 只会获得16%的选票 落后在第三位 坎贝尔在今年6月才接替辞职的马尔罗尼 成为加拿大第一位女总理 而执政党失去支持 相信主要是由于未能够妥善解决 会把黑省威胁要独立问题所造成的 今次加拿大的大选 第一次被居住在海外 少过五年的加拿大人 用邮寄方式来投票 不过居住在香港的加拿大人 就不是怎样关注这次的选举 目前居住在香港的加拿大人 估计有3万5千到4万 是全亚洲最大的加拿大社群 虽然今次是第一次可以在海外投票 部分人都表示没有投票 加拿大专业公署犯人说 住在海外的加拿大人填写选票的时候 要申报打算何时回加拿大 一些负责税务的律师 就提醒那些人要小心 加拿大政府可能用选票作为证据 等他们回到加拿大的时候 要交回几年没交的税 所以部分人都因为这样而不投票 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在北京举行 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锦涛 在会上发言的时候 促请中国工人为加快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肖锦涵报道 中国工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在北京开幕 其中有十四个香港的工会代表 以嘉宾的身份列席会议 工联会理事长郑耀堂在会后说 在大会上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丁华 在发言的时候 也都有提到香港问题 郑耀堂认为 中国一直都重视工会的地位 并且说 今届更加着重配合中国发展市场经济 要求工人留心近期增加的劳资9分 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亦都在大会上发言 要求工人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 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 无线电视记者 肖锦涵在北京报道 在一个论坛上 有讲者认为 现在股市刺热可能会带动楼市上升 但也有学者说 股市上升应该不会引起通胀 李伟良报道 文协代表罗长国说 由于银行利息低 投资者如果不买股票 就可能要投资地产 投资人士觉得市场不稳定的话 他就会套点盐出来 赚了那部分 就会投资到楼市 还有再估计 现在银行收紧案件 但是在明年年初 又开始会放宽的话 这个对楼市的冲击率会比较大 不过学者陈文雄就认为 这种资金转移的情况 只是会令大型的豪宅 和写字楼的租售价上升 而一般的住宅应该是不受影响 有钱人可以炒楼市 但是炒楼市由谁买呢 雕空的情况已经出现了的时候 你再再再再炒上去 只是变成有价无事 陈文雄又认为股市 对本港通胀没什么压力 因为现在大家的消费都减少了 另外对于目前中英争论 立法公议员黄振霞说 虽然对股市没有影响 但他就叫市民小心注视中国的政局 中国本身出现一些政治不明乱因素 比如人质的变化等等 那时候可能股市会受到很大冲击 无线电视记者李伟亮报导 根据消防署的统计 本港有六成的火警 是由于市民疏忽而引起的 消防署是会加强宣传 提醒市民小心防火 陈佩林报导 消防总长陈凯今天出席 消防署成立一百二十五周年的防火展览时候说 根据消防署过往的记录 由人为疏忽造成的火警 占全港火警总数六成 这些火警通常都是发生在家里面 就是用电不小心 用炉具不小心 还有其他防火方面 就是烟 烟土方面的东西 他说消防署会加紧向市民用单张宣传防火知识 提醒他们注意家居防火安全 至于近期山火有上升的趋势 他就说消防署外于资源有限 只可以间中派人巡视郊外地方 但渔农署亦有派专人去交易公园和墳墙 劝园市民不要留下火种 无线电视记者陈佩林报道 一个附警早早在香港仔练码的时候 被子弹碎片刷伤 早早十点半 一个附警在警察训练学校练习射击 地下一粒子弹突然发生爆炸 各附警腿捕受伤 要送去玛丽医院治疗 而警方军火专家就在警察训练学校 调查子弹爆炸原因 一粒有成100卡的钻石将会拿出来拍卖 而这两天就在香港展出 拍卖公司的宝石鉴定专家说 这粒宝石的色责和形状都很罕见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宝石 他们估计价值900至1000万美元 下个月会在瑞士日内瓦进行拍卖 而投得的买家就可以有权为这粒刊见的钻石命名 黄兴舟说 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原来不单止在纽约港口才有 在国会山庄的圆拱营顶部也有一个 最近还引起大众的兴趣 是的 这个同桌立了在百多年那么久 最近第一次扭下来收保 要出动直升机协助这项工作 周浩辉大家去看看 这座有百多年历史超过7吨重的自由女神像 在几个月之前才是第一次从90米高的国会山庄 圆拱营顶部拿来进行收保 接着要放上去 而在百多年前安放这个铜像的时候 要出动不少人和马匹 前后几个星期才可以完工 现在用直升机很快就完成了 今次的仪式是由总统克林顿和国会领袖主持 仪式是十分隆重的 虽然围观的人都知道这座铜像是象征着自由 但是就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它的来历 这个人就想极都答不出 其实这座自由女神像是在百多年前 由一个美国的艺术家设计 在1863年安放在国会山庄 由当年的林肯总统主持仪式 而当时美国正在内战的时期 它象征着的自由精神也都是延续至今 总统克林顿在仪式上面表示 希望这个精神会继续下去 无线电视记者周浩辉报道 五反应到李港帝 香港魔球公开赛决赛 单打方面荷兰的加日石 已直落两盘赢了艾特宝 第一次在香港奪得冠军 有到维演参观赛事的观众 都会了解艾特宝 由世界排第一滑落到第六的原因 事实上他不在最好的状态 昨天他打出了九个双创文输球 今天又打出七个 全场发了十三个被迫错误 还有十二个非压力出错输分 他和加日石打了不够一个小时 就输一比六 四比六 以法球究竟出名的加日石 仍然以法球上网的打法 作为赢球的本传 全场打出六个英诗球 第一盘就三度打破艾特宝的法球局 他越来越成熟的打法 赢得观众不少的掌声 最后一球帮艾特宝打出界 加日石就赢了冠军 他在港督彭定康手中接过了银杯 还有二十二万美金奖金 他当然会怀念香港了 双打方面世界第一个胡碑志和胡锋 轻易6比1,6比2赢了杨迅兄弟得到点 另外在北京举行的职业网球赛决赛 张德培7比6,6比7,6比4 击败了奴赛德斯基 赢得冠军 全场打了两个半钟才有多了 曼赛日本举行的世界一级方程 释迦胚战结果鲜拿在湿透的跑道 力压布鲁斯得到第一名 鲜拿试车排第二位出赛 不过他一开始就弹出 压着布鲁斯跟着第十五个圈 各个车手都要换胎 应付突然期来的大雨那时 鲜拿在第二十个圈就突围出 跟着取得胜利 他现在有六十三分 但有可能就拿到世界亚军的位置 布鲁斯在这场赛之中得到第二 鲜拿的队友夏健来第三 希尔得到第四 足球方面 亚洲世界杯亚洲足球外围赛 今天安排了伊拉克对沙特阿拉伯 另外欧洲区第三个赛事 外以兰输了给西班牙 一比三之后 英伦三度 现在似乎只得威尔斯 有机会出演到美国剧决赛州 他们赢了赛布鲁斯2比0 现在看看外以兰如何输给西班牙 加明你好 十二分钟就一个凌空抽射 搞到邦尼连波肥都碰不到 四分钟之后 沙连拿试一直带到副位 底线之前一扣 根掌扎角度射成2比0 稳定了胜利的局面 看球的大批外以兰球员就面目无光了 艾云斩给卡宁含头锤 攻门中华尼弹高了 这个外以兰唯一一个入球机会 西班牙球员永远都在找外以兰的漏洞 二十六分钟他们又发现到一个 沙连拿试控定之后地波射成3比0 下半场麦格夫大脚松弛 坤尼已经是赶不及 只要用后面这样顶后 波又做横眉 又做横眉即是没运 落后0比3的外以兰最后一击 他们最终都能够打破光弹 撕利丹射入一球 是 报导员 谢谢 好 谢谢 各位新闻报导员 再见 妈咪 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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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计 是啊 全港最受欢迎的AAC洗的精 加了新的泵营设计 使用方便企理 令洗碗碟更快更爽 谢谢 AAC 家居清洁的标志 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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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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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由于华南沿岸受到一度高压炽所影响,本今日继续天色晴朗,气温是介乎22.9至26.2度,相对湿度是介乎54-73度之间,6点室的室外气温是24度,湿度是71度,天文台是没有预浪记录的,请看天理先生的预测 预料今晚天冷气清,最低的气温约为23度,明天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治清净的东风,海水温度是26度 展望星期二的天气会部分时间有阳光,请看天气图 一度高压值,令广东沿岸持续受一股和缓治清净的偏东气流影响,跟着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和东京会阳光普丢,而上海和汉城会有薄雾 冬云今天21至27度,明天天晴,广州也会天晴,台北和曼谷都会多云,而马尼拉会有吕布 新加坡和北隆坡也会有吕布,亚加达天晴,澳洲的悉尼会有吕布,而墨尔本会有咒语 今晚夜天报告完,多谢收看,拜拜 天氣報告 是由阿米加海霸標突躍播映 有朱古力米加回來,牛奶味又不爭氣 維卡朱古力奶,有牛奶味,有朱古力味 合理,合理你